各位網友大家好,在上一條影片,我講了安達神道天平探牙事件。 很多網友說我讀音是讀錯,不如不要說的。 我馬上上網找回了,發覺和字,旁邊有個平字,是怎樣讀呢? 其實有兩個讀音,一個是清,一個是平。 那什麼時候叫清呢?就是當大家用些量度的器具,清一下東西,那個時候叫清。 但是今次那個叫天平,它不是用來清東西的。 那所以呢,大家聽多幾次了。 在這裏,報道是這裏。 再盡優數的消息和大家聊聊,再見。